對於中正區北林路6月3號下午2點多 突然發生大規模土石崩落的情況 市議員張耿輝在市長施政總質詢時也特別關心 質詢市長謝國良目前應變的情形 雖然這個前責 但我也曉得是公務總級的 交通部公務總級 檢視、維修都是他們應該要做的 不過唯一一點就是土地在我們基隆市的土地上 當然在整個對我們基隆市的影響還是會有 因為畢竟離潮境公園很近 那相關的作為我們事務有什麼作為 我們跟公路總局現在有雙方來合作 希望能夠盡速的搶通 我們這一段已經被阻斷的道路 首先也先安排了替代的路線 我昨天晚上再度的回到了前進指揮所 跟他們的分局長討論目前的工法 實際的進行跟一個情況 那公務處的同仁有些記證相當的辛苦 忙得相當的晚 那就為了要希望把這個所謂這個油草 因為它這個下方有一個中油的油草 希望能夠把它能夠呢就是保護好 不要讓這個它的未來的一些這個貪邦 就是可以破壞到這個油草 那也請中油把這個油草來把它抽乾這樣子 那目前預計是大概 我中午左右會再過去了解一下最新的進度狀況 因為是擔心連日未來的下雨會影響到工程的情形 不過原則上我們大約是訂大概下禮拜一左右 希望能夠把這一段的工程能夠搶修完畢 然後恢復這個附近的交通 張耿輝也認為危機就是轉機 也要求市政府要特別監測七堵區的大小橋樑 不要只用目測 而要用專業儀器來監測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403的地震以後 對於我們尤其七堵區的橋樑 七堵區的橋樑 就有八個重要的橋樑 從我們大華一進來 它是沒有鋼構的 包含重置 七弦 六合 百湖 五湖 十建 還有我們千翔 總共八座 包含我們北二高 萬瑞系統交流道 大華系統交流道 六合快速道路 那個都在床 河床底下來弄結構的 那本席也提了個案子 我希望公務處 不要用目測的 你一定要有儀器的 目測沒有比儀器更厲害 很多今天 就是發生這種事情 目測覺得不怎麼樣 結果 六合 累積了 常年累積的 他逆向坡就是累積出的 一下子垮下來 不幸中的大幸 幸好昨天沒有傷亡 也剛好不是假日 不然不得了 市政府公務處也回應指出 特別是在04、03地震之後 除了目測之外 也有用儀器檢測全市的大小橋樑 初步檢測結果都是安全 請市議員放心 那這個部分 就不只只有目測 我們還有請那個專業的 計時廠商 利用相關的儀器來 來進行一個 地震後的測量 檢測 初步的檢測結果是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狀 那這個是針對04、03地震的部分 那針對平常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針對 我們前市的196座橋樑的部分 我們來做一個 就是依照我們的公路局的規範 我們分成AV兩組來做一般性的檢測跟修復 那每年我們都會編列 編列一筆預算來做這方面的一個例行性的工作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檢測完了之後 也是請專業的廠商來進行檢測 檢測完了之後 有需要維修的部分 因為我們當年度就會立即編列一筆來維修 市議員張耿輝也要求公務處 要把檢測結果送給議會議員們來了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